享誉国际的德国小提琴家穆特 昨天率领穆特音乐家合奏团抵台 除了将演奏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之外 他委托英国作曲家库瑞尔创作的铃声变奏曲 也将在台湾举行世界首演 象征春意盎然的春之篇章 这是1987年小提琴大师卡拉扬与穆特 共同演出维瓦第四季的经典画面 而这次穆特访台也将再次演奏四季 对她来说多年来演奏四季 每次都有新鲜的感受 她的音乐是特别的影响 因为它们是一种领导的 它们仍然让你自己的幻想和风险的进展 所以在四季期间 已经是第十次来到台湾的小提琴大师穆特 神情愉悦 维维说出再次来台的原因 台湾是穆特这次亚洲行的第一站 除了带来美妙音乐之外 也首次带领旗下合奏团一同登台 穆特近年来积极培养人才 除了透过基金会帮助潜力音乐家 也从中挑选合奏团成员 这次来台也特别举办大师班 演出之余不忘提膝后进 新唐雅蒂电视陈维谋沈维桐 台湾台北报道